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维持在明年1月20号 在疫情当前 疫苗的研发是目前各国重点关注的项目之一 国家元首苏丹·Abdullar透露 大马将和阿联酋一同开发新冠疫苗 并且将会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后疫情合作 苏丹·Abdullar在接受阿联酋通讯社访问时指出 我国将和阿联酋一同研制新冠疫苗 毕加表示 大马作为一个贸易国 非常注重和波斯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的关系 特别是阿联酋 毕加表示 大马和理事会成员国有许多共同点 例如战略地理位置 而阿联酋更是该区域和世界的主要贸易枢纽 两国将合作的领域包括卫生 教育 粮食安全 农业 未来科技 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清真领域以及旅游业 苏丹·Abdullar是在早前前往拜访阿联酋阿布扎比 并代表大马向该国有意捐赠疫苗仪式表达谢意 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的新增病例持续破千起 达一千八百七十起 今天柔佛超越雪兰额 成为最多病例的周数 新增六百零七起 主要是扣留中心新增超过三百起病例 今天新增六起死亡病例 同时也新增八个感染群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新增一千八百七十起确诊病例 有两起输入病例 其余的一千八百六十八起都是本土病例 卫生部指出 今天新增的病例中 柔佛最多达到六百零七起 雪兰额四百七十二起 沙巴二百八十起 吉隆坡二百一十九起 槟城六十九起 吉兰丹五十六起 彭亨四十八起 霹雳四十八起 森美兰三十四起 吉党二十三起 马六甲八起 纳敏两起 登交楼两起 沙拉越一起 布城一起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破十一万起 达到十一万零四百八十五起 我国今天新增八个感染群 其中柔佛新增的 扣留中心感染群新增三百七十四起病例 导致柔佛的病例今天大增 另外我国今天也新增六起死亡病例 累计的死亡病例达到四百六十三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痊愈出院的患者达到七百四十五人 目前累计康复出院的人数有八万七千四百六十人 今天的活跃病例达到两万两千五百六十二起 其中一百三十一人在江湖病房接受治疗 六十二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我国第三波疫情爆发至今 雪兰俄州巴生县的疫情最严峻 目前当地的活跃感染群已经累计超过二十个 累计超过一千起病例的感染群一共有三个 巴生的累计病例更是逼近一万四千起 情况令人担忧 雪兆发生在我国爆发第三波疫情至今 病例就一直有增无减 根据卫生局的资料显示 当地目前的感染群累计超过二十个 而且大多数和职场、工厂、外籍客工有关 其中特莱戴手套厂感染群的累计病例 至今超过六千起 紧接着是瑟瑞瑞感染群累计超过两千起 以及松盖布图斯感染群累计超过一千起 其他感染群还有最近出现的 帕萨巴鲁感染群 早前出现的 帕里基感染群 嘎亚感染群 帕萨斯汀范感染群等 巴生市议员李富豪透露 巴生大大小小的工厂有超过两千个 安排员工筛检的工厂至今只有大约百分之十 国防部长早前已经宣布 明年将落实强制措施 工厂如果没有安排员工筛检 将会受到兑付 马六甲动物园在12月25号 开放机械恐龙主题的公园之后 吸引大批的访客 访客被指在看表演的时候 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对此马六甲旅游文化及遗产委员会主席 德多玛哈曼·扎尼做出博斥 他强调动物园的管理层 有严正监督民众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Wama Jalani表示 除了规定仿客戴口罩 动物园也规定必须保持距离 结果还导致有仿客抱怨 动物园太严厉 令到他们非常不方便 我们必须保持经济 在疫情期之后 有点几个随碎 PKPB 不要有所谓的 看一看 到高度的 大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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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位 雲主题 不可能 他们的 有什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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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统计 动物园在增设了机械恐龙主题公园后 短短三天内就吸引了超过一万两千人参观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 动物园有定时在园内展开消毒工作 2020年即将结束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学长马上就要迎接新学年 但是我国的疫情依旧高居不下 到底会否展颜开课呢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达斗马汉顺表示 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 否则回到学校上课的日期 将会维持在明年的1月20号 马汉顺表示 截至目前当局还是维持明年1月20号开学的决定 除非有特殊状况 但是希望不会有 同时表示 当局希望让学生尽快回到校园上课 原因是线上教学无法取代面对面教学 不管是互动或是教学效果 都无法相提并论 根据早前的宣布 所有小学生 中一中四中五中六和记职学院的学生 将会在明年的1月20号返回校园 至于中二以及中三的学生 则会从明年1月20号以居家学习的方式展开新学年 直到明年的3月8号才回到校园上课 华小师资短缺是我国华教长久面对的困扰 随着明年新学年即将开始 董教总指出 华小的师资在近期再次面临短缺 因此呼吁教育部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劳永逸的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董教总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教育部在师资统计和所需要临时教师方面的数据 往往都和现实中的状况有所落差 因此董教总要求教育部 尽快理清现有的师资状况和数据上的落差 并且提出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董教总举例 短期内教育部应该加速调派新任教师 以及临时教师到有需要的华校 包括在今年6月份 获得学试课程的681名毕业教师 以及21名已经通过面试的临时教师 让他们在新学年开课之前 就可以到有关学校报道 以方便学校安排校务工作 另外他也出请教育部 尽快发放个员留学校的拨款 以解决学校董事部和家教协会 聘请临时教师的薪资负担 以长期的解决方案来说 董教总希望教育部可以建立一套严谨的 师资补缺追踪机制 以及公开让公立和私立大专的毕业生 申请就读师范课程 董教总也在文告中声明 呼吁教育部在近期内成立解决华小师资委员会 和华教相关的机构共同拟出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国内一家冷冻食品工厂涉嫌冒用亲针认证标志的案件 备受政府的关注 今天公司两名董事被带往新山地庭面控 两名被告都表示不认罪 最终法官批准两人个别以四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 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在明年一月十九号过堂 涉及这起案件的两名被告是夫妻关系 他们分别是42岁的莱罕娜和44岁的莱曼西 根据第一条控状 在12月1号 两人在史达工业远区的莱罕娜冷冻库单位的罗里 被发现使用未经认证的清真标志 第二条控状 两人被控作为公司董事 公司的罗里被发现使用未经认证的清真标志 两人的行为抵触了2011年商品说明清真认证和标记法令 第8A条文 并可在相同法令第8B条文判刑 以及在刑事法典第34条文下同读 如果被定罪 可被判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三年 或两者监失 公基金局宣布从2021年1月开始 雇主的强制性缴纳公基金日期将会从现在的每个月底 恢复到每个月的15号 从今年4月开始到12月 雇员工基金局延长雇主的强制性缴纳日 从每个月的15号延迟到30号 这项措施是为了减轻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冲击 以及给雇主所带来的负担 不过从2021年1月开始 这项措施将会取消 雇主强制缴纳公基金的日期将会恢复到疫情之前 也就是每个月的15号 雇主不得拖延支付雇员的公基金 公基金局指出 这与公基金原本制定的缴纳日期一样 雇主可以通过官方网上的 AirCode雇主平台 网上银行或指定的银行柜台进行缴费 9毕半 2 Mother 2 3 5 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是全球被新冠疫情笼罩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病毒打断了大家的生活节奏 同时也为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我国政府在3月18号颁布行动管制定 以遏制病毒蔓延 截至目前战役还没有结束 未来大家还需要遵守防疫指南 以新常态继续过生活 我国是在今年1月25号发现首起确诊病例 患者是三名从新加坡返回荣佛的中国籍人士 他们与来自中国武汉的病患有亲属关系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出现确诊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1号宣布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我国政府也在3月11号宣布 从3月18号到31号全国落实行动管制令 民众不允许出门 非必要的商店也不准营业 之后在5月4号开始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6月10号进入复苏式行管令直到8月31号 不料我国在9月沙巴选举后再度爆发第三波疫情 国防部宣布 雪兰儿以及吉隆坡从10月14号开始 落实有条件行管令直到10月27号 随后由于其他州数也陆续爆发疫情 政府再度禁止民众跨州跨县 但是疫情依然不见逃转 在10月24号当天 确诊病例更是首次突破四位数 达到1228起 12月26号更是创下最高单日新增记录 达2335起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允许跨州跨县 政府也已经与美国制药厂辉瑞 和英国药厂阿康利斯订购新冠疫苗 但是疫苗面试并不代表疫情结束 民众受促继续遵守防疫指南 以保障自身的健康安全 一开始在你还没有触碰之前 你就要把手洗干净 好 然后你就把这个戴上去 然后注意 一定要覆盖你的这个鼻子 嘴巴和这个下巴这个地方 就是它要所有这个覆盖 然后不要忘了捏一捏你的鼻子 让它能够没有这个缝隙 好的 这节话语新闻就给您播到这儿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